让祷告的神秘 无切心 直到我们看见呼吸 兄姐妹平安 借着我们的敬拜 借着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看见神的天门打开 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土地 愿望我的祷告 如像沉连在你面前 没有黑暗势力 可以摇动我的信息 愿望我的敬拜 到你面前 梦里悦难 天使天君之心 伏伏敬拜 在你抱座前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祷告 愿我的祷告 打开天窗 愿你充满 你充满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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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荣耀 祢的同在 在这地 在这地 愿我 愿我 我的祷告 如相沉烈 在祢面前 没有 黑暗心灵 可以绕脱 我的信心 愿我 我的祈拜 到祢面前 梦迷月纳 天使 天惊之心 俯伏敬拜 在祢宝座前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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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祷告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清白 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 我们只要 祢的荣耀 祢的同在 祢的荣耀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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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窗 打开天窗 无Wh 如上 愿我的祷告 如上 愿我们的祷告 愿我的祷告 如上 愿我们的祷告 愿我的祷告 如上 愿我的祷告 如晓 现在你面前 主要求你垂听我们在此地的祷告 我们在此地的敬拜 主要让我们的祷告如香陷在你的宝座前 主要让你在这时刻 显明你的心意 显明主要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 主要让我们的心更深地与你连结 主要让我们的灵更深地向你祝福敬拜 主要这是全地要向你敬拜的时刻 全地要遵你的名为圣的时刻 主要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主要更贴近我的父 更贴近神你的宝座 更贴近神你的心意啊 主要今天早晨 我求主耶稣基督你的灵在我们中间 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耳朵 主我们的心窍也要被你打开 主要这是需要分辨主来日子的时刻 主要让我们的灵苏醒 我们灵苏醒过来说 主啊能够明白神在这季节 在这时候神你的作为 父啊整个教会 愿全地的教会 全地的百姓 全地的神的儿女 都能听见主你的声音 主啊 愿你垂听我们在此地的敬拜 在此地的祷告 愿我们的祷告 愿我们的心 如香献上在你的面前 愿主 垂听成就 主要你的儿女百姓 所献上的祷告和敬拜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祷告 献上我们的敬拜 这是全地正在被震动的时刻 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极大的风暴 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未曾经历过的风暴 未曾遭遇过的风暴 在这风暴的时刻 我们更要来寻求神 愿神当我们寻求祂的时候 愿神的灵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真知道在这时候 我们应当怎样来寻求神 今天造成我要来跟家人们 跟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来分享 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 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看见 能辨明神在这时刻的工作 我要带大家来读一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 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发里赛人和撒都该人 来试探耶稣 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耶稣回答说 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早晴天天发红 又发黑 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求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看 耶稣就离开他们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 有一群人 这一群人 是一个宗教领袖 是发利赛人 是撒都该人 是自认 比别人更了解上帝 更认识上帝 更热心 更懂得神话语 在读经 在祷告 在整个教会 在宗教上 是比别人更热心 认识上帝的这一群人 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求耶稣 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 他们要耶稣显神迹 给他们看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来寻求 耶稣认识主 那目的是要来试探耶稣 就是对耶稣这个人 他们存着疑惑 带着怀疑 他们对耶稣所做的 他们有所保留 对耶稣这个人 是打问号的 虽然他们要来到耶稣面前 求耶稣显神迹 给他们看 但他们却不怀好意的 带着试探的心 来到耶稣面前 因此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 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 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亲爱的兄姐妹 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 跟这些宗教领袖的对话当中 祂特别要教会 要我们 属神的儿女百姓 在祂的话语里面 有一件事 我们必须要认清楚 就是我们好像只会分辨地上的事 我们却不能分辨天上的事 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 我们对于我们的家庭 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能分辨 我们对于我们的金钱 我们都知道在什么时候 我们要进场投资 我们的股票 基金或买房地产 我们对于地上的事情 我们都非常的能分辨 能够辨别有聪明 我们也知道 让我们的孩子 要读什么样的学校 将来他是有前途的 我们对于地上 我们都有地上 能够分辨的聪明和智慧 但是耶稣透过这段话 跟着自认 以为自己比别人大发热心的 这些宗教领袖们 耶稣提出一个挑战 你们能分辨地上一切的事 但却不能分辨天上的事 当你们不能分辨的时候 以至于你们不知道 什么叫做神迹 我们不能分辨属天的 属灵的事物 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分辨 耶稣告诉他们 耶稣是最大的神迹 神的儿子站在你们面前 你们都不能分辨 你们能分辨地上的事 却不能分辨天上最大的神迹 就正站在你们眼前 天上最大的神迹 耶稣正站在你们眼前 你们却不能分辨 祂是神的儿子 祂是旧约里面 所讲的弥赛亚 祂不能分辨 就是那一个兽高军 那位耶稣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的耶稣 正站在你们面前 这是属于约拿的神迹 你们不能分辨 这个神迹 再也没有神迹 你们能看懂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 求神的灵光照我们 求神的灵帮助我们 我们属地的 我们能分辨 但今天这时刻 有两方面要跟大家分享 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 道成肉身 祂是神 祂是神的儿子 祂站在这些宗教领袖的面前 这些对旧约圣经 非常熟悉的这些宗教领袖们 却不能分辨 他们是读圣经的 他们是热心的 但他们读经 他们的宗教的灵 却不能帮助他们 分辨出 九月里面 弥赛亚已经来到 他们错过这个机会 他们还要求耶稣 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 弟兄姐妹 现在这里 我们要分辨 耶稣是弥赛亚 耶稣是九月里面 所应许的那一位受高军 已经在我们中间 耶稣已经来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已经受死 祂就是那个最大的神迹 救我们脱离罪恶 救我们脱离生命中一切的捆绑 这位神的儿子耶稣 已经来到 已经住在我们中间 以马内力的神 已经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 但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求神 在这时刻 当全球的疫情 不断一波又一波的时候 我们要恳求圣上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 开我们的眼睛 光照我们 要认出的是 如何分辨 耶稣第二次再来 这些人 错过耶稣第一次再来 耶稣提醒我们 要能分辨 有一个分辨 在我们中间 亲爱的家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错过 耶稣第二次再来 若是在这全球的疫情当中 我们还是不能分辨 这时刻神正在做什么 一句我们错过 我们就不能警醒 来等候基督第二次的再来 因此在这时刻 我们知道第一是震动 神透过震动 在希伯来书里面 特别讲到震动的时刻来到 震动是让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在地上的 我们把那不能永存的 当作永存的 因此神来震动 不是房地产不好 不是我们的金钱的投资不好 但我们心态依赖 我们心以为 这些可以带我们上到天堂 我们以为这些是能永存 但今天神透过这段话 在这提醒我们 这是震动的时刻 全地都神正在震动 因此我们要留意 有什么我们把那不能永存的 当作永存的 什么是根本带不到天上的 我们却以为它可以带到天上的 我们要分辨出来 求神让我们在灵里面 在祂的话语真理当中 分辨什么是永存的 这是一个震动的时刻 我们能分辨出来吗 在这震动的时刻 我们不是更闲懒 我们不是更疏于祷告 而震动的时刻 我们更要警醒祷告 这震动的时刻 是我们更要警醒 来到神面前 预备基督的再来 这是震动的时刻 第二这是一个 好像面对一个黑暗的时刻 亲爱的同姐妹 黑暗的时刻 保罗在罗马书特别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 黑夜将近白昼要来的时刻 黑夜将近白昼要来的时刻 因此当我们越觉得黑暗 越觉得惊恐 越觉得害怕的时候 就像耶稣在四更天 深夜里面走在水面上 门徒们辨别不出来 以为是鬼怪 在深夜里面黑暗的时刻 在暴风雨的时刻 耶稣行走在水面上 门徒是以为鬼怪 认不出来 耶稣说不要怕 不要怕 是我 你们放心 因此今天早晨 我们特别说主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说主啊 给我们一个分辨的心 分辨的灵 苏醒的心 能分辨天上属神的 属永恒的 属灵的 好不好 第一个我们来祷告 求圣灵让我们苏醒过来 能明白神在这疫情当中 第一个 主啊 我们的心要转向 转向神 好不好 我们同生 我们来祷告 阿爸 天父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啊 求主联平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不仅分辨 耶稣是神的儿子 主啊 耶稣是最大的神迹 主啊 让我们在这时刻 全球疫情的当中 主啊 祢正在震动 主啊 祢正在让我们 进到一个最深的黑夜 但主啊 在黑夜的里面 我们预备白昼的来临 主啊 让我们的心 回复 苏醒过来 圣灵让我求祢恩待我们 说我们的心不在昏睡 让我们的心不在蒙蔽 让我们的心不在蒙蔽 让我们的心不在被帕子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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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清这时刻 让我们更多的警醒来到神面前 而且祢是祢赞美祢 主啊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主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震动的时刻 是一个疫情挑战的时刻 但我们更知道这是祢的能力 要介入的时刻 是祢的旨意要被成就的时刻 因此主圣灵求祢打开祢百姓的眼睛 主啊 使我们能够明白 也能够分辨 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分辨力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永存的 主啊 让我们可以明白 能够为这个时刻来呼求祢的工作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神迹的时刻 也是一个大复兴的时刻 帮助祢的百姓在变明 在明白的里面进入这个时刻 主 谢谢祢 祷告奉耶稣的名 好不好 我们再来祷告 不仅我们个人能够醒悟 有个分辨力 而是台湾的教会 整个教会 全地的教会 都能起来 华人的教会 全地的教会 不论是亚洲 是欧洲 是美洲 是非洲 大阳洲 这个全地的百姓 都苏醒过来 为整个教会 恢复树林的分辨 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 求神怜悯我们 各城市的联解 各城市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看见权柄 神的权柄 正在这时刻 正在彰显祂自己 我们同神来祷告 让整个教会 都恢复分辨力 我们来祷告 天佛我们来到祢面前 不仅我们个人 我们的家 后祝我们 祝啊 祝啊 求神把一个 后祝啊 分辨进一间新给我们 后祝啊 这这时刻会教会 全地的教会 每个城市的教会 后祝啊 让我们在这时刻 不是等待疫情过后 而是等着耶稣基督再来 只有祢是我们永恒的盼望 我们不是等着疫情过后 而现在这时候正是预备的时刻 正是警醒的时刻 正是要欢迎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 主要让这个教会恢复过来 神的教会 神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要恢复的时刻 所以祿主 我谢谢祢 赞美祢 所以祿主 我们来为所有的教会 众教会来向祢代求 所以祿主 说我们现在一个震动的时刻 祿主 我们来分辨祿 祿现在祢的心意是要做什么 所以祿主 我们要宣告祿祢的心意 是行功以后怜悯的神 祿主 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启我们的眼睛 能够来用祢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件的事物 所以祿主 我们为众教会来代求 祿主 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能够同感应灵 祿主 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彼此的安慰造就 祿主 在安慰造就当中 我们也可以行各样的上功 祿主 谢谢祢 祿主 让我们更多来警醒自首 来更多来警醒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不好 我们再一点点时间 我们在敬拜当中 祷告当中 阿爸 透过法利赛人 撒度改人 这些宗教领袖帮助我们 主 我们自认 我们很了解祢 很热心 我们懂圣经 但主 我里面的灵苏醒了嘛 圣灵要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悔改 归转 归向祢 主 我所有的灵都要苏醒过来 我不要失去分辨力 我不能分辨这时候是什么时刻 主要怜悯我们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灵苏 打开天窗 愿祢充满 祢的荣耀 愿祢充满 祢的荣耀 你的同财 在这里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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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情 expose 打开天窗 愿我的情 emoji 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 下期间的灵苏 面对圣经 最后的灵苏 地板下